花东养鸡协会12号上午在丰隆乡亭举办记者会 介绍协会推出的送骨跑山鸡品牌 理事长张静益表示 花链拥有相当好的农序环境 饲养出的鸡汁还有鸡蛋产量不多 但是品质相当好 9月3号将配合授丰农会的农民节 举办千人品尝行销活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畜牧场鸡汁产出的放木蛋供不应求 夏季蛋产量又比秋冬时期减产三成 所以消费者都得要提前预定 而张静益也不偿私 将一生养鸡的好本领分享给协会的成员 大家一同交流打造重骨跑山鸡 和重骨放木蛋的品牌 会在农协院就跟农民节那天 我们养鸡协会会在那边 就是千人试吃会 就是说我们的鸡蛋 我们的鸡肉 我们鸡的产品都会在那边给人家试吃 养出协会 我们的细产品也会在那天 那天全部出现 希望各位记者 先生小姐们能帮我们推广出去 让我们花林县的县民 还有游客人到我们现场去品尝我们花林的鸡肉 鸡蛋猪肉的美味 来到这边可以说是心旷神仪 心情非常的愉快 那寿丰 以及我们整个花林县 有着天然优质的好山好水 可以说是我们最天然优质的 这个广告行销的一个重点 大家一听到我们的鸡是在花林生产的 大家第一个都说赞 一定是非常好的 花冬养鸡协会举办行销解责会 预告将会在9月3号与寿风香农会 在寿风香农学院办理花莲健康鸡 与蛋品尝产销行销活动 因为每一个农友他们的目前的环境 跟需求都不太一样 那要做到这个蛋的品质 或者是鸡肉的品质的一致 是目前小农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 那我们想说这几年看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蛋价跟鸡肉的价格 有到一定的水准 我们讲说农友它的收益 也比过去好一些些 是不是有机会来创造一个 属于我们花莲的一个 在地的一个品牌 在现场提供白斩鸡 烤鸡 茶叶蛋 盐酥鸡 和蛋卷等多样的料理 让民众能够免费品尝 正是跑山鸡和放木蛋的美味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